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我是Neil 我是朗哥 Hello,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成熟老郎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一点什么呢 今天我要录那个早安英文很经典的一个系列 就是我的老乡木木老师经常和艾伦老师一起录的小词大用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我们到底要录哪一个词呢 今天要跟大家录的是Lick这个单词 厉害的了,Lick这个单词 它自带音效 是不是一个有音乐的词 Lick这个单词啊 自带音效 它是动词表示舔 James put down the chicken and licked his fingers James把这个炸鸡放下了 并且舔来舔自己的这个手指 说明这个炸鸡很好吃 意犹未尽 放下你手中的炸鸡 减肥 或者啊,这个Lick 它也可以做名词 表示舔一口 这个动作 Can I have a lick of your ice cream? 我能不能舔一口你的冰淇淋啊 随便舔拿去 我减肥呢 都给你 大家还要介绍一下这个Lick 其实它也可以表示这个击败啊 相当于Defeat 比如说当我们要表示 你很轻松就能把这个家伙给击败了 你就可以说 You could lick this guy with one hand 你一只手就能把他给击败了 对了,这个比直接说这个Defeat要酷多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最近Neo老师在减肥这个事吧 哎呀,没几个人知道 没有那么红 嗯,都是你们几个人在瞎说 收了多少斤了 收了不少了 七八两八 可是其实前几天晚上 我抓到他在吃烧烤 那是假象假象 明明还发了朋友去 没有,不是我发的 这是陷害 好了,其实啊 吃烧烤虽然很爽 但是大家还是要少吃 因为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特别不好 对,所以我们要Lick the habit Lick在这里就表示 是借除客服的这个意思 But this time I'm going to lick the habit Even if it kills me 尽管我好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我就要把它借除了 比如说吃串,吃烧烤 Neo老师Lick like了 我觉得你每个月省下三百块 请你吃烧烤 可以直接转两百五十块钱 到我的微信吗 不要互相难为 不好,都是同事 都是好伙伴 Lick这个词呢 它还可以表示少量 在口语中它还有一个常用的用法 Not a lick of something 就是一点点 几乎没有的这个意思 比如说 Those kids don't have a lick of common sense 那些个小孩没有一点点这个常识 又有阿朗老师生气了 凶凶的阿朗老师 我是很严肃的 是的 大家可以微博搜索 早安英文 看凶凶的阿朗老师 凶凶的严肃的 但还蛮有趣的视频 这个冬天来了 经常赖床 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起不来 天气冷 睡觉的好日子 对啊 天天早上要订十几二十个闹钟 你有点厉害 睡过头就随便收拾一下就来上班 怪不得今天不是那么美 往常都很美 哎呦喂 今天就有八十分吧 好 给大家介绍 再介绍一个用法 Give something a lick and a promise 它呢就是指很快速 很不仔细地做某个工作的意思 We didn't have time to do much clearing up in the yard Just gave the grass a lick and a promise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搞这个院子的 哎呀就随便搁搁草就算了吧 好啦今天关于lick这个词的一些用法 那就介绍到这里啦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吧 No.1 Lick 最简单 舔的意思 James put down the chicken and lick at his fingers 詹姆斯放下了炸鸡 舔来舔手指 No.2 Lick 表示舔的这个动作的名词 Can I have a lick of your ice cream? 我能舔一口你的冰淇淋吗? No.3 表示击败相当于defeat You could lick this guy with one hand 你一只手就能够击败这个家伙 No.4 Lick the habit 戒掉坏习惯 But this time I'm going to lick the habit Even if it kills me 这次不管怎样我都要记得这个坏习惯 No.5 Not a lick of something 几乎没有 Those kids don't have a lick of common sense 那些小孩没有一丁点尝试 No.6 Give something a lick and a promise 很快速很不仔细地做某个工作 We didn't have time to do much clearing up in the yard Just give the grass a lick and a promise 我们没时间打扫院子了 就把草坪随便弄弄吧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是Neil 我是阿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